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已经很努力组慢刹牙 为什么会还有刹牙呢? 不如我先问一下张医生 我们刹牙是不足够预防刹牙的 还要有良好的饮食习惯 一只牙齿 它旁边有一些会蛀牙的细菌 当我们吃饭的时候 这些细菌会分解了入面的糖分 而产生酸素 酸素会破坏牙齿发狼剂 如果发狼剂长时间都在受损的环境 就会形成蛀牙 简单来说 我们每次吃饭 就有一次蛀牙的机会 所以如果我们零食的次数越多 就越容易蛀牙 其实维生署都有指引 建议小朋友正餐与正餐之间 如果肚饿可以吃一次零食 我们就不要一会儿又吃一块饼 一会儿又吃水果 一会儿又吃一口包 这样就很容易蛀牙了 张医生 乳齿又蛀牙 是不是不用理的 因为很快都会换痕子 其实乳齿是很重要的 好像你现在才刚刚开始换牙 有些乳齿要陪着你去到十至十二岁 首先乳齿是拿来给你咀嚼食物 帮助消化 让你吸收到不同的营养 才有正常的发育 有齐了所有的乳齿 才可以给你们学习说话 发音好些 我想每个人都想笑起来 有一排健康的牙齿 美观些 自然都可以增强你的自信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希望你们有健康的乳齿 去牙住的位置 让他们的行齿有足够的空间 删出来 有时我们注牙住得很厉害 有牙瘡 长期有牙瘡 可能会令到牙脚暴露了出来 所以我们不要想着乳齿不用理它 剝了它就不会再有其他问题 我就是拆了牙才吃早餐 但是我见到我姐姐吃了早餐才拆牙 究竟谁才适合呢 其实无论我们晚上拆牙 拆得多干净都好 睡醒后牙齿和舌头 好像都有一层黏液黏在面上 这些是细菌膜 所以一起拆牙 我们可以先把细菌拆掉 再吃早餐 因为细菌少了 自然就可以减少住牙的机会 我喜欢用有甜味的牙膏 有没有问题的 我想你用的牙膏是加了木糖醇 它是一种不会引致柱牙的糖分 所以你用的牙膏甜甜的 是不用担心的 其实我们想预防柱牙 最普遍我们会用到固化物 所以每天拆牙两次 除了可以清洁我们的口腔之外 我们还想牙膏里面的固化物 去强化我们牙齿的发狼质 记得拆牙要拆两至三分钟 因为我们真的需要这些时间 才可以拆掉那么多牙齿的表面 亦都想牙齿有足够的时间 吸收牙膏里面的固化物 才真正可以达到强化牙齿 从而可以预防柱牙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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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